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换一种心态就会有不同的光景 心理学家阿德勒也说 我们的烦恼和痛苦都不是因为事情本身 而是因为我们加在这些事情上的观念 天宽地宽不如心宽 命好运好都不如心态好 好心态就是最好的养生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两只鸟 一只住在森林里 一只住在笼子里 两只鸟都很是羡慕对方 于是就互换了位置 可没过多久 两只鸟都死了 去了笼子里的鸟 开始怀念起外面的自由自在 郁郁寡欢而亡 而拥有了自由的 又渴望起从前的安逸 因为没有捕食本领 最终饥饿而死 原本各自安好的两只鸟 却因为和对方的攀比之心 最后都不得善终 古话说 假之蜜糖 以之披霜 别人眼中视若珍宝的蜜糖 与你而言 可能却是致命的毒药 不必羡慕谁的生活 因为别人的生活再好 却不代表就适合你 很喜欢一句话 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 因为在这个世上 总会有人拥有的比你多 一味地用自己的短处 去对比别人的长处 得到的只有源源不断的痛苦 比较更让人被蒙蔽了双眼 总对别人心生羡慕 却对自己的幸福视若无睹 可世间最珍贵的从不是求而不得 而是此刻拥有 你窗前的月光胜过任何人的月光 因为它只属于你一个人 杨将先生说的好 无论人生上到哪一个台阶 街下都有人在仰望你 街上亦有人在俯视你 你抬头自卑 低头自得 唯有平视 才能看见真正的自己 位置摆正了 烦恼就少了 心态对了 人就不累了 与其为了和别人攀比而苦恼 不如在自己的世界里 各自安好 有人说 计较的越多 失去的越多 从前 有个人得到了一颗 硕大又美丽的珍珠 但他并不满足 因为珍珠上有颗小小的斑点 于是 他狠心地削去了珍珠的表皮 可那颗斑点依然还在 他就这样不停地削 最后 斑点没有了 珍珠却也不复存在了 他从此 一并不起 临终前 无比懊悔地对家人说 若当初 不去计较那一颗小小的斑点 现在 珍珠就还在他手中 知足者常乐 对生活的宽容 就是对自己的宽容 人之所以快乐 不是因为拥有的多 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美国总统 罗斯福家中曾被盗 丢了不少东西 一位朋友得知此事后 立刻写信安慰他 罗斯福很快回信 向朋友致谢 称自己一切都好 并感谢上帝对他的眷顾 因为贼虽然偷走了他的东西 却没有伤害他的生命 贼偷走的 只是一部分的东西 而不是全部 最值得庆幸的是 做贼的是对方 而不是他自己 被盗是不幸的 但当罗斯福不去计较 被盗的不幸 他就已经走出了不幸 亚里士多德说 没有谁能折磨一个人 除了他自己 当你学会用心态 掌控心情 你就能够驾驭生命 心态的态字 拆开来看就是 心大一点 心大了 事就可以容纳了 心小了 事就放不下了 就像一滴沫 落在一杯水里 整杯水都会被污染 但若是落在海里 则不会有丝毫的影响 心宽似海之人 人生处处都是风平浪静 还记得 那个老和尚 和爱抱怨的小和尚的故事吗 一天 老和尚煮了一桌 可口的饭菜 小和尚边吃边抱怨 一会儿说 下山的路不好走 一会儿又说 寺院的香火不够旺 小和尚说完 老和尚问他 饭菜的味道如何 他答说 光顾着抱怨了 没留意 老和尚让他再尝一尝 他才发觉到 原来饭菜 竟是如此的美味 抱怨的可怕在于 当你抱怨时 就会忽略了 当下的美好 就像网上那句 很有名的话 一双流泪的眼睛 怎会看见漫天的繁星 很多时候 生活的美不美好 取决于你的心态 上海永安百货的 郭四小姐 家道中落后 曾被迫以扫厕所为生 但他每天仍穿着旗袍 去刷马桶 坚持用镊子翻书 在煤炉上烤蛋糕 苦难的岁月里 他依旧笑对人生 把日子过得如是如画 心若向阳 何惧严寒 眼中有光 处处远方 成年人的世界里 其实没有谁的日子 会是一帆风顺的 那些勇敢的人 不过是习惯了 把抱怨的时间 用来努力 2019年 李线因为一部 亲爱的热爱的 火爆全网 无数人羡慕 他的一炮而红 可其实 他跑过龙套 游过雪藏 经历了八载寒暑 才等到了寒伤炎的问世 那些低谷的日子 他始终没有放弃 坚守着梦想 不断地钻研各类表演 为了让角色更丰满 他练就过一口 地道的重庆话 在45天内 成功增击过20斤 把抱怨的时间 都用在努力上 终有一日 苦难也会变成 照亮前路的光 你抱怨的越少 幸福就来得越早 正如周国平所说 人的身体是受心灵支配的 心态是最好的养生 少攀比 就能把握当下的美丽 少计较 人生就处处都是风景 少抱怨 美好的未来 就会在前方等你 心宽是福 豁达是路 良好的心态 胜过任何的进步 当你拥有良好的心态 幸福便总与你同在 共宴之 共宴之